禅基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18日率团前往河南云梦山八卦城 以法会法仪 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 感恩菩萨大慈大悲 救度指引 成就唯心圣教 消灾化解天下太平 共转世界和平之法轮 宗主于18日晚间抵达八卦城 八卦城教务主任原义法师 及总务主任袁晓讲师 和师娘袁确讲师 带领同修们公营 宗主办公室主任袁晴法师 维心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原方讲师 一清大学校长袁艺法师 和维心圣教范背学院原盟法师 与诵经师团队 以及贤士同修重等皆随行抵达 宗主随即为各联位开光 19日清晨法会法仪开始 宗主引领同修大众焚香礼佛 并开示全体同修们 日出东方一点红 手拉军边稻齐牛 一口春进千江水 消灾化绝 救世不辞老 这一首剧文 是太上道主 的残疾 也是王禅老祖的书父 太上道主 我们今天在 荷兰云梦山八卦城 生产香花情香花营 诸天圣神佛菩萨 及购位堂上祖先 中华民族一万五千 六百一十五姓氏主灵 苏兰云梦山 苏兰云法界山河西建 三界万零 五十难以孤魂 何惠仲等 全部进入 银梦山八卦城 王禅老祖圣殿 端座联台 公祝 观世音菩萨圣诞日 台湾为今圣教 幻碑学院 由元松院长 及教务长 元蒙法师 所带领的 幻碑仲经法师 很虔诚的 从台湾和大陆过地 过省和过地 都来到银梦山八卦城 祝福观世音菩萨圣诞 这个精神 我很佩服 大家的精神 祈祷 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 能够 能够化解两岸的 五千年来的 恩怨情仇 新年金首千首 共创两岸一家亲 天下永太平 宗主指出 透过重金宝的功德 进阶回向 来祈祷 和静平安 大家平安健康 天灾永习 天温永习 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目的 更祈愿玉皇大帝 大慈大悲 化解海峡两岸三祖儿女的恩怨 新年新 首千首 共创两岸一家亲 天下永太平 宋经法师随即生坛法仪 恭送诸金贡养 宗主也于塑峰中巡视 八卦城各项建设 登南天门远眺 为同修们随缘解说 当初新建八卦城 与南天门之姻缘 及此宝地风水 法会法仪 立三日圆满 维新电视 云梦山八卦城报导